好 下面来关注一组喜讯 新闻的中心人物是陈小春 谢娜和郭晶晶 他们几位都在最近不同程度的和婚姻殿堂又靠近了一步 即将开始人生崭新的旅途 电影《寻龙夺宝》正在横电拍摄 主演陈小春在接受采访时终于承认 就快与女友应彩儿完婚 但具体日期不便透露 因为她不希望结婚成为作秀 今年42岁的陈小春与26岁的应彩儿相恋已有三年 由于两人都大大咧咧 因此相恋之初就毫不避讳 去年陈小春腰伤在家 就是应彩儿相伴左右的 今年9月份以来 有关求婚完婚的喜讯就连绵不绝 但女主人在多个场合给出了否定答案 最后还是男方半开玩笑的点头承认 据悉两人明年六月在香港注册 并在秋天摆酒宴客 这是张杰在最近做客一档访谈节目时发出的肺腑之言 看来她与谢娜的好事将近 其实两人恋爱最初并不被人看好 当时还在参加选秀的张杰 与当时主持人谢娜传出绯闻 之后在张杰所有演艺活动中 谢娜的名字不停地被提起 两人在众人的质疑声中度过了两年时光 期间谢娜客串了张杰MV的女主角 两人在MV中苦苦相恋也引来何久的一番考问 这像你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吗 这个MV 这怎么说呢 那那你自己明天过后的希望是什么 我明天过后的希望就是 希望 虽然全段时间也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 但事后证明是电影宣传的需要 现在南方倘若新生也希望两人能真正拨云见日修成正果 最近喜讯还真不少 有香港媒体报道 跳出女皇郭晶晶将在结束东岸运动会比赛后 与恋爱四年的富商霍启刚结婚 此外霍启刚最近也成功减肥9公斤 似乎要为当新郎做准备 看来感情稳定的两人 是时候迈上另一段人生道路了 在结束了与孙男的婚姻后 买红妹告别了八年全职太太生涯重回舞台 不过翻开买红妹的博客 上面依然保留了许多孙男的痕迹 诸如祝福你男哥 你要幸福 以及愿我的孙男幸福快乐健康等句子 而在视频区域 还出现了买红妹与孙男第一次拍演小品的视频 自今年7月两人传出离婚后 买红妹先后十几次更新博客 但有关孙男的内容他并未删除 近日买红妹随剧团到上海演出 谈避孩子和孙男 隐语间也十分平和 似乎这场婚变从未发生一让 大部分情况下是跟我的比较多 因为好像孩子都是跟妈妈比较多 爸爸是还比较忙 因为很少就是我能随时的去拍 新娱乐在线 综合报道 现在关于两个人 都不可以担心 我可以担心 这个金钱